在男子女卑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,出现了一位女性的身影,以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书写了一段传奇,她就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,武则天,武则天称帝突破了古代封建社会性别的界限,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在她的统治下,不少重大决策影响深远,其中就包括一件在当时看似很小的事情,却影响了上千年。 她曾经在喝醉后,给一个小国改了名字,这个名字不仅沿用至今,而且还发展成一个发达国家,这里是史约馆。 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这个小国就是现在的日本,武则天十四岁时,作为李世民的才人,进入皇宫,本想靠自己的美色博得宠幸,却没想到太宗对他不感冒,也难怪皇帝面前美人太多,武则天再漂亮, 也入不了太宗那双如山岳般深邃的眼眸,太宗一死,武则天便只能出家当尼姑了,然而,他与李治、高宗的秘密情感,让他再次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,他的智眸和手腕,让他在后宫中迅速崛起,最终取代王皇后,成为后宫之主,李治去世后。 武则天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无情手段,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,最终自立为帝,创立了五州,武则天作为一位女皇帝,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争议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的统治也带来了不少积极变化,他重用能人,推行改革,使得国家经济,文化得到发展,在外交方面,他也展现了非凡的才华。 在大约1400多年前,那时的日本还被称作倭国,倭国与中国隔海相望,自古以来就有来往,自秦汉以来,倭国就开始向中国朝贡,表达臣服之意,洞汉使,因倭使者的外貌特征。 被册封为倭国人,这是倭国这一名称,在中国政史上的首次出现,这个名字一看,便知过于轻蔑,但倭国人似乎没在意,反而开心不已,把汉朝皇帝赏赐的玉玺视为无上的荣耀, 后来,随着他们学习中原文化,了解到倭字的真实含义,对倭国这个名字也就越来越不满意了,到了隋唐时期,他们屡次求改,都被当时的皇帝给打发回去了。 唐高宗那会儿,倭国人最是没面子,甚至还被唐军打过一场白江口之战,于是,他们这边也就老老实实闭了嘴巴。 再也不敢造次,直到武则天登基,这一历史难题才迎刃而解,武则天喜欢文学艺术,也喜欢与才华横溢的人交流,可就在武则天当上皇帝不久,我国又一次派个叫肃田真人的家伙过来,一副谄媚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来气,肃田真人不仅深谙中国的文化和礼仪,还懂得如何在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诉求,外国使者来访。 按照惯例,我国会设宴招待,随着宴会的进行,肃田真人适时地展现了自己的才华,用妙语连珠赞美武则天的治国之道,赢得了武则天的好感。 当武则天略显勋罪之际,肃田真人抓住机会,向武则天提出将国民改为日本,以为日出之国,他的理由充满了失忆。 我国位于东方,是日出之地,更名为日本,既符合实际,又富有象征意义,据史书记载,武则天当时正好也醉意正浓,可能是酒精作用,也可能是被肃田的巧言吝啬打动。 武则天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,他命令礼部尽快办理相关手续,将我国正式更名为日本,日本这个名字从那时起就一直沿用至今,自那以后,这个小岛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成长壮大。 到了近现代,日本开始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制度,成为了亚洲乃至全球的一个重要经济体,如今的日本,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,自己国号的由来,竟然来源于一场酒局,但又有谁会在乎这些呢? 别说日本人自己,恐怕就是中国人,也嫌有人会把这个故事挂在嘴边,毕竟,历史太过久远。 一千多年的岁月足以抚平种种波澜,提起日本这个岛国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,日本的国土面积并不大,其总面积大约为37.8万平方公里。 然而,尽管只是这样的一个小岛。 其发展历史却颇为热闹,早在商周时期,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最远就可以到达朝鲜半岛,此时的便已经发现了日本岛的存在,只不过受当时的科技限制。 人们尚不具备渡海的能力,对于日本这座岛屿,没有太多的了解和探索,时间来到了春秋年间,八百诸侯国陷入到争霸混战的动荡中。 此时的中原战火纷飞,自然也没有能力再继续对外探索,只能专心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,这一段时期的中原大地,可以说是在外交方面的空白时期,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。 我国古代,终于有了大一统的政权,秦始皇为了能够长生不老,派徐福带领童男童女寻访仙药,与日本的渊源有拉开了序幕,徐福东渡后来杳无音讯,有一种说法便是徐福东渡到了日本,但这一推测,始终没能找到有力的证据来作为支撑,十五年之后,秦朝灭亡,刘邦击败项羽,建立了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汉王朝,中原王朝终于结束了之前的动荡,汉成秦治将统一推向, 并在各个领域开启了飞速的发展,那么日本这个时候的状况又如何呢? 从史料中不难得知,当时的日本还处于一种松散混乱的部落状态,这些部落分布在日本岛的各个地区,而且各自称国,但这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,实际上这些国并不具备国家的性质,也就是说,西汉时期日本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只能算是刚刚起步,而韩查却已经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封建国家了, 随着时间的推移,日本岛上的局势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未尽时期,日本岛上一位位于斜马台地区的女王迅速地崛起,她很快便收编了周围三十余个部落。 这位女王便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碑弥呼,在这些部落的推举之下,碑弥呼成为了日本岛上实力最强的领袖,国家意识也在此刻逐渐形成,经过一系列的手段,碑弥呼将诸多部落简单地组建成国家为斜马台国,她便成为了日本岛上最有权力的女王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碑弥呼排遣使者出使中原,希望能够了解外部的世界, 在经过长途跋涉之后,碑弥呼派出的使者终于来到了仲华大地,严格来说,这算是双方的第一次正式外交,使者到达中国,立刻被这里的繁荣与先进所吸引。 见到卫明帝曹锐之后,他们恭敬地献上了礼物,根据历史的记载,这些礼物是,男奴隶四人,女奴隶六人,颁布二批二账,或许在我们看来,礼物不怎么样,见到日本使臣献上的礼物,曹锐的心中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,这些东西作为国礼,实在过于寒酸,很难让他相信对方与自己建交的诚意,但这却是当时日本最崇高的女王,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,同时看到使臣的装束,卫明帝也深深, 这或许就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礼物了。 正所谓千里送额毛,礼清情义重,虽然这些东西不值钱,但远隔重阳长途跋涉前来建交,卫明帝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使臣,并且为了彰显中原王朝的大国气度,赐给了使臣黄金,卷博,铜镜等物品作为回礼,当时,铜镜还成为了碑迷乎用来统治国民的宝器,也就是传说中的八指镜,除此之外, 卫明帝还赐给了碑迷乎女王一块刻有亲卫窝王的金印,以此来承认她在日本的地位,从此之后,日本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名,也就是窝国。 这一称呼,在今天看来,或许不太友好,但在当时,却根本没有鄙视戏谑的意味,反而有着极其重视的历史意义,话说, 卫明帝念及日本使臣远渡重阳前来朝拜并送上礼物,因此他以卫字的一部分,加上人组成了这个窝字,来纪念他们对于曹魏的亲近之情, 现在很多人认为卧是人矮的意思,虽然事实是这样,但从历史角度而言,却不是如此,两国的邦交不可能如此而系,除了贵重的物品之外, 卫明帝还让日本使臣带着先进的农具,工具,刀剑,种子等物品回到了自己的国家, 邪马台国在得到这些物品之后,实力再一次得到了提升,文明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进程之中,到了隋朝时期,日本再一次派出使者前来朝拜, 对于日本使臣的到来,隋阳帝十分高兴地接见了他,只不过当隋阳帝看到国书之后,脸上立刻变了颜色,原因就在于,国书一上来就写道, 日出国天子,智书日莫国天子无恙,这句话也是日本两个字的来源,或许在日本天皇看来,自己的国家就是比隋朝先看到太阳升起。 这样的措辞并没有什么不妥,但隋阳帝从中却隐约读出了嘲讽的意味,因此,在接见使臣的过程中, 他的态度十分冷淡,此时,日本对于中原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,对于乌国这一称呼,他们觉得不是特别的妥当, 因此,日本天皇希望能够将国民改为日本,以为日出之本,还希望能够得到隋阳帝的认可, 因为隋朝威势海内外,只要得到了隋阳帝的认可,就等于有了官方认可, 可听到日本使臣提到日出日落的事情,隋阳帝勃然大怒,强硬地拒绝了日本使臣的请求, 很显然,天皇希望更改国民的请求泡汤了,这一次会晤也就此不欢而散, 对于这件事情,乌国一直没有放弃,直至唐朝时期,一切都迎来了转机, 时间到了唐朝,唐太宗治理下的中原王朝达到了繁荣的顶点, 与此同时,唐朝开明的政策也让周边各个国家都能领略中原王朝的大国风采, 丝绸之路的开发,更是让许多商人也都能有机会前来经商, 贞观年间的唐朝可谓是繁荣响于四海,周围的国家也都争先恐后地派出优秀的人才前来学习, 希望能够从这里学到先进的文化,让自己的国家也兴旺发达起来,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日本也派人前来留学, 改名的事情又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, 对于日本的这一请求,唐太宗始终没有答应, 在他看来,一个国家的名字无关紧要, 既然已经沿用下来,实在没有必要进行更改, 看到自己的请求没有得到唐朝的认可, 日本天皇转换了策略以投帝国书的形式来达到目的, 大致就是在与唐朝往来的国书中, 日本天皇将倭国的称呼自行更改为日本, 如果唐太宗在回书中迁就天皇也改用日本, 那么就等于默认了日本更改国名的事实, 然而在街道回书之后, 日本天皇彻底傻了眼, 原来唐太宗在回书中没有理睬天皇的这一做法, 李世民依旧以倭国来称呼他们, 这一下天皇彻底没了办法, 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, 多年之后,武则天夺取政权成为了女皇, 日本再一次看到了改名的希望, 本席玻璃称呼,